谢谢张老师的主持 那么同时也非常感谢张校长 张新亮校长 发起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活动 感谢我们中国光学学会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 提供了还有相关的组织单位 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我是南京大学李涛 那么我的课程 题目叫做从超透镜到超科透镜 我想上个周六 我想很多同学们已经听过 复旦大学周六老师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 他的题目是叫从超购材料到超科表面 这个不瞒大家 其实开始我们这个会议组 我们的这个教学团队 在筹划研究这个报告内容的时候 我一开始准备的是跟周六老师的 这个报告题目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讲从超购表面 超购材料到超购表面这样一个系列 当然上一周我们已经从周六老师的报道中 获取了非常多的有用的信息 以及在里面真是受益匪浅 那么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我们这个超购材料 以及超购表面 那么重点围绕这个超购透镜和超透镜 那么这两个概念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有容易混淆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的题目就要从Superlens到Metalens 这个在英文上其实还是非常容易区分的 那么这是我的这个报告大纲 首先呢我想从人工微机构材料到科技发展 这样一个角度啊来介绍我们这个背景 然后介绍我们的超购材料 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这个超购材料的这个 到它的实现 以及这个里面润含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物理现象和物理原理 比如说负责社到超透镜等等 然后再讲到了近十年内 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 也是从超购材料发展起来的 就是超购表面这样的一个新兴的领域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人们又发展出了超购透镜 以及它非常神奇的一些应用领域 那么我的报告大概分两个部分 那么上半部分呢 大概就是从这个基础的原理 实现方案 以及他们的一些功能效应和应用 来介绍超购材料和超购表面 然后到下半部分呢 我想围绕我们研究组自己的一些研究工作 来解剖几个案例 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是关于这个高级程度的超购透镜成像和应用 那么第二个呢 是基于波导的超透镜成像 以及光子集成 那么第三个 我会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我们组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把它归纳成非典型性透镜 这个里面主要涉及到一些表面波的聚焦与调控 最后我们会做一个讨论和展望 那么在我上半部分结束之后呢 我想大概休息几分钟吧 大概会在10点半左右吧 我们上半部分结束 然后从大概10点35或者10点40左右 我们开始下半部分的讲解 好 首先我还是想从材料这个角度来切入吧 我们都知道材料是整个我们生产生活的一个基础 也是我们现在几大产业的一个基石 包括有信息产业 能源产业 生物医学产业 那么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材料做一个分类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天然材料 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矿石啊 我们的木材啊 这些都是天然材料 这个原有地球上存储存的 或者说自然生长出来 那么这些材料 我们人类往往很难直接去利用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些人工的加工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生长晶体 我们对这个 一些矿材进行打磨 抛光我们做成了这个镜片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做成了我们的功能器件 那么随着这个 最近这一个世界以来 人们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对材料的加工 不仅仅停留在 它的形状形貌上的一些加工 而是深入到材料的内部 可以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微结构 因此我们发展出了这样一种 人工微结构材料 那么人工微结构材料 给我们的这个功能器件啊 赋予了大大的强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材料体系 去给大家做一个汇总 比如说人们对半导体材料里面 微结构的设计 那么在这个里面 对半导体里面 我们去刻意控制它的载流值 比如说用这个PN杰 用这个长效应管 那么就可以实现了这个晶体管 机身电路 以及发展出超大规模机身电路 以及现在非常成熟的CMOS工艺 这个也是我们 我们目前微电子产业的基础 整个促进了我们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 那么第二个方面 在半导体材料里面 人们还可以去控制 用微结构去控制电子的能带 比如说量子锦 半导体超金格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控制 不同能带之间 电子的跃迁 以及电子跃迁之后发射出的光子 从而控制它的这个发光的性能 所以人们构建这个发明了LED 发明出了激光 半导体激光 从而推动了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电介质材料的微纳结构设计 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初 80年代末的时候 这个人们提出了一种叫做光子晶体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在这个介质材料当中进行一个微结构的设计 而这个结构的周期呢 大概是跟这个光的波长相当的这样一个量级 因此就可以设计光子的能带特性 从而可以调控光在这个结构当中的一个传输行为 当然除了光子晶体之外 还有像归波导光线技术 那么这些都是对这个介质材料的一个调控 对它折射率的一个调制 从而发展出现代的星系光子技术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我们南京大学的一个骄傲 就是界点力超近格材料 这个是同样是界点材料 但是它有很好的电光性质 很好的非纤性光学性质 那么在这个材料当中 如果我们去控制它的微结构 实现对它的非纤性光学系数的一个调制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在材料内部 对这个谐波产生频率转换 甚至可以产生纠缠光子源 那么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 我们南京大学在这一块有了系统研究 那么到目前也正在致力于发展出 这个激光和相关的量子信息技术 那么这些是电阶制材料的一个微结构设计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金属材料 金属材料大家都觉得 这个好像跟光学没什么关系 顶多当一个平面晶来用 但实际上呢 这个在金属当中人们就发现 它其实存在一类表面波 这个表面波呢叫做表面等于机缘 那么它是可以存在于金属的表面 而且它的波长呢 比自由空间光的波长要小 因此可以作为一种雅波长 基层光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当然还有它的一些局域公正效应 所以我们对表面等于机缘的为这个控制 同样可以控制它的能带 可以控制它的局域长 这就可以实现雅波的这个传输 最后呢可以做高领名的检测 那么另一个方面 推动了这个等于机缘光子学的法 就是这个超购材料 那么另一个方面 不满足今天我们要讲的天然的原料 就是这个超购材料 或者天然原子的排布方式 那么而是我们通过不满足天然的原子 或者天然原子的排布方式 而是原先过人工微结构的方式 那么这个微结构甚至不是微了 而是一个纳的结构 所以我们在这个超购材料 以至于后来发展出了变幻光学 这就推动了超购光子学的发展 非常性能的结构设计 做它的功能器械 这就推动了超购光子学发展 那么要说到这个超购材料 我们今天重点 介绍的内容 那么要说到这个超购材料 1968年原子 实际上负责色律 那么早在1968年 这个苏联前苏联文学家 维斯拉古 一个材料内部 就是这个老先生 那么他提出了 一个材料内部 如果它的电影 和这个思想 同时为负的话 那么可以实现一个 所谓的负责色律 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负责色律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如果我们形象的 把它演示出来的话 可以认为 比如说这个晶体当中的 折瘦率为负 那么它的光的传播 就是满足一个在 入射光和折瘦光 在发现的同一侧 这样一个现象 是违背我们 这个一贯认知的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 周立老师已经做了 非常全面 而且深刻的演示 关于这个负责色材料 而且还提出 网上流传的一个 错误的图片 就是有一个 这个负责色律的 这个杯子里面 放了一个吸管 或者放了一个筷子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实际上 这个应该是个修正的图 在如果负责色的 这个液体当中 这个筷子的演示 反映出来的 应该是这样一个 弯曲的形状 那么这个负责色 它到底有哪些 神奇的效应呢 除了这个负责色之外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 电磁场的基础知识的同学 很容易就可以推断出 这个电磁场和磁场 在我们这个正常的 这个材料当中 或者在自由空间 它传播的时候 是满足右手螺旋钉子 也就是你的这个波式 K和E插成之后 得到这个H H和K插成之后呢 得到E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 如果你的磁导力Mu 或者是界电常数Y 多小于0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规则就会被打破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方向就会反向 因此呢 就得到一个 左手螺旋的这样一个定则 所以我们称之为左手材料 那么在这样一个左手材料当中 负责色率材料当中 它有负责色 有左手特性 同时也有这个 负的多普勒效应 负的古斯汉森未夷 那么今天我主要看透的是 这个平板透镜 因为刚才看到了 那么今天我主要 探头的是这个平板透镜 那么经过这个透镜之后 它的折射是在 我们这个厂 如果一个点源发出来 那么经过这个透镜之后 它的折射是在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点源发出的光线 那么它又会有板的 续合 那么它就是一个 那么这板透镜的功能 当然出售的时候 遇到另外一个界面 它还会再次的这个聚焦 有个二次聚焦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这个透镜成像 或者透镜聚焦 那么就是利用了一个平板 能够完成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关键词 要回到了这个 成像 透镜和显微 这样的这个关键词当中 那么最早的成像 其实可以追溯到 我们的这个春秋时代 我们中国的话 在墨镜当中就有记载 这个小孔成像 当然在西方 其实人们也发现了 这个小孔成像的 这样一个现象 它很好地解释了光的 直线传播的原理 当然这个成像 不可能真正做成一个 有用的器件 主要是它的光通量太小 那么直到后来呢 人们发展出了这个 折射透镜 各种各样的透镜 包括大家戴的眼镜 还有呢 这个显微镜 望远镜 那么这些透镜的发明 大大的拓展了 我们人类的视野 从微小的物体 到广袤的星空 都可以去观察 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当中 智能手机的发展 包括一些微制成技术的发展 可以把这个镜头的模组 做得非常小 直接集成在手机上 这样的话 让大家便于拍照 便于拍视频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透镜成像啊 已经从它的功能 从拓展视野 到了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显微技术吧 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 我们可以看成 它是挑战人类观察 微小极限的这么一个技术 但是受到光学颜色极限的限制 这个显微镜 它的存在一个分辨率极限 而这个分辨率极限呢 可以用这个公式表示 那通常是在波长的一半 也就是半波长这样一个尺度 那么对于一般来说 我们的可见光大概在 比如说五六百纳米的 这样一个波长 那么我们的分辨率 大概只有在三百多纳米左右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分辨率曲线 我们简单来说呢 可以说这个物体 它表面的这个 细微的结构信息啊 它要被你透镜采集到 它首先要有这个信息的 光场能够传输出来 而这样一个细微结构 当这个结构小于光的波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这个结构的 它的信息啊 属于叫高频分量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高频分量 在空间当中 这个光场是传输不出去的 那么为了相对专业的 来阐述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用 这个公式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部分这个高频的信息呢 其实我们叫做 Evalucent Wave 舒适波 它是就是携带了空间的 这个高频信息 它去 它决定了这个分辨率的 这个 有多高 我们都知道这个光的 这个光场的电场分量 我们可以用这么一个表达式 那么这个表达式当中呢 我们把它传播向 沿着Z方向传播 就是用KZ来表示 这是一个 这个传播常数 那么在自由空间的话 那么这个 自由空间的波数 它可以 或者说波数 它可以分成 这个三个分量的平方相加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个KZ 它实际上跟你自由空间的 波数K0 以及它的物体的 横截面上的 细微的这个 横向的场的动量有关 这两个KX平方 加KY平方 实际上反映了横向 这个物体横向的一个 动量关系 或者说它的波数 但横向的高频信息 这个横向的动量 其实携带了这个高频的信息 当这个横向的这个高频信息 大于自由空间的波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公式当中的KZ 就会变成一个 纯虚数 那么纯虚数 带到这个波的传播 形式当中 我们就发现 这就是一个 一指数衰减的波 也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样一个电磁波 是没有办法传播的 它是在 这个Z方向 是一个一指数的衰减 为了更加形象的 把这样一个数学过程 演示出来呢 我这里画一个示意图 假设我们这个 是一个物体的表面 那么这个表面 可能有很多的 毛钞的东西 粗钞的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呢 就可以用这个 结构空间频率来表示 我们就用这个G vector 来表示 那么结构的大小 可以用这个Delta来表示 那么结构越小呢 这个G就越大 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这里呢 是这个空间的这个波数 的分量 KX和KZ KZ就是我们传播的方向 现在我列出这个K0 这个K0就是我们自由空间 这个波长决定的 这个光所写来的一个动量 或者说写来的一个波数 那么当有一个 这个大的结构 那么它的这个空间频谱呢 是一个相对小的一个量的时候 那么它就可以辐射出来 根据这个横向动量守恒的 这样一个基本物理原则 那么它就可以辐射出来 那么辐射的角度呢 是跟这个G的大小有关 当我们的这个结构越来越小 那么这个时候G就会变大 这个时候它演射的角度 就会变大 就像我们光山演射一样 光山这个光山长数越小 那么它的辐射角 演射角就越大 那么如果到了一个超小的结构 大这个G大于了你的K0的时候 大家可以就发现 它找不到一个 这个横向匹配的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也就是这个角度 已经大过了这个90度 没有办法再往空间辐射了 那么这个时候形成的 这样一个波呢 就是叫输射波 这个时候KZ就是一个纯叙数 这个就是我们 我花一点时间来阐述 这个所谓的输射波 Evanescent Wave 然后再回到这个成像技术 那么这个输射波 它是提取不出来的 那能不能获得这个超风变成像呢 其实人们还是想出了一些办法 比如说2014年 多巴尔化学奖 人们发明了这个 荧光显微镜 还有这个赫莱也提出了 这个结构光照明显微素 但这些方法呢 它实际上 主要是用到了 对这个点扩散函数的一个调制 比如说在这个荧光显微镜当中 它是用两束激光 然后把这个点进行缩小压缩 然后在实际上 它最后处理的时候 是一个定位的技术 那么在结构光照明的时候呢 它是在利用这个 复列平谱空间的一个调制 它跟我们刚才讲的 怎么样调解这个平谱空间 是非常重要 然后它也是一个间接的方法 通过这个多次扫描之后呢 可以后面还需要一个 后续的这个算法处理 才可以把图像恢复出来 那么有没有直接的方法呢 当然有 就是你弄一个探针 直接在物体的表面去进行扫描 把那部分传输不出来的输出场 直接给探测到 直接扫描出来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 这个扫描成像呢 不同于透镜成像 它一个是耗时耗力 而且呢 还带来不稳定性 所以我们关注的是 能否有一种透镜 能够把这部分 高频分量的这个波式 能够抓出来 获得一个完美的成像 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呢 这个英国科学家 John Pendry教授 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 而且非常美妙的一个设想 叫做负责设律 可以实现这个完美透镜 那么大家可以回头去查一下 这篇文章 到目前已经引用 超过了8600多次 那么这个文章当中呢 他首先介绍了 这个负责设律的实现方法 在这篇2000年之前 其实有两篇文章 我待会会做介绍 就是怎么样去实现 一个负责设律 也就是当你这个材料 有一个负的电响音 和负的次响音的时候 那么它的责设律 会达到一个负值 那么在这个文章当中 他首先 把这个电厂 做了一些处理 这个是就是电厂 在它的这个横界面的这个信息 做了一个复列展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后面这两项 分别是KX和KY这两项 就包含了这个物体的 横向的这个平谱信息 那么对于一个传播厂来说 这个时候 你这个横向的这个平谱信息 是比较小的 结构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是小于自由空间的波数的 这个其实就是自由空间波数的平方 K0的平方 这些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波是有一个 这个实数的这个传播波式 实数的传播波式 那么在介质当中呢 我们设定这个里面的折射率是负的 所以它的相位演化也是负的 所以在介质当中的这个KZ 它就是一个负的这个相 负的这个相 这个都是对于这个传播光场来说 传播光场来说 所以我们假设在距离平板D这个地方 有一个点光源 那么光场这个相位进入到负质色率材料之后 那么它的演化呢 就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这个平板之外 一个是平板之内 那么这个时候 它最终的在平板内部的一个相位 就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那么在这个式子当中 涉及到这个D减掉Z 当在这个平板内部的Z 跟这个D相等的时候 那么这一项的这个意识数里面就为零 这就是相位归零 那么相位恢复 实际上就是实现了这个成像的功能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是针对这个传播场来说 这也是68年的时候 Veselago 就它的文章当中也提出了 已经是做了这样一个阐述 那么这篇文章重要的贡献在于 它不仅是考虑这个传播场 而是要考虑到这个 携带高频信息的一个舒适场 那么高频信息的舒适场里面 我们跟刚才讲到了 这个横向的这个高频分量 横向的波数 它的平方和大于自由空间传播的波数 这个是K0平方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粘着Z方向传播的波数 就是一个纯虚数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对于一个纯虚数的这样一个波来说 我们同样可以根据我们所学到的电磁学的一些基本规律 如果同学们有学过电动力学 那么对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入射场 反射场和折射场 它的这个电场表达是分别写出来 在这里呢 由于光有两种篇正态 我们首先介绍这个T1篇子 也就是S光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电场分量是在Y方向 这个中间为1是EY等于1 那么另外两个EX和EZ呢都为0 那么在这是一个入射场 那么这个是反射场 我们设定一个反射系组2 然后呢这是一个折射场 我们讲这一个透射系组T 那么折射场就是在这个平板介质内部了 在这个内部 在这个内部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传播的波式就KZ1屏 那么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负射色平板内 这个KZ 要注意它是有这么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跟刚才我们介绍传播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它是个高频分量 这个KZ啊 它不再是一个传播的波 不再是一个传播的波 它就不再是一个 相位就不做变化 那么相位不做变化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这个KZ 仅仅取决于这个场的扩散方向 所以它既然是一个折射的过程 那么它的过散方向必然是要朝前 所以它这里仍然是一个正的 跟刚才大家回头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处理在戒指当中 这个KZ是个负的 这个负因为它是个传播的波 它携带相位信息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根据这样一个数学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在电动力学经常处理的一个方式 就是界面的电磁场的切向分量要连续这样的条件 所以切向分量呢 电场的切向分量就是EY 这个Y方向是它的切向 还有一个切向呢是X方向 所以磁场的这个切向也要连续 那么磁场的切向可以根据这个电场对Z求导 可以把它算出 那么根据这两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里面的设定的这些系组 在第一个界面和第二个界面 它的这个特色系组反射系组 把它分别求出来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那么有了这个公式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如果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负责色律要存在 那么它需要有这个负的Y和负的μ 那么当μ等于负1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个T和这个R 这个公式当中都可以导致这个T和R 这个只是发散 所以在这个μ等于负1的时候 是整个体系的一个基点 是一个基点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处理这个特色的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平板当中 这个反射的时候 不仅是有一次的反射 而且还有多次的平板内部的反射 有点类似于一个FP枪 当然每一次反射之后呢 反射折射之后呢 这个能量会有损耗 所以在无穷次的反射之后 这个能量会趋零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算出一个总的特色系组 那么这个总的特色系组 我们可以把一次一次的这个 反射折射过程累计加起来 这是个等比数列 是一个收敛的等比数列 所以最后Pendro就推导出这样一个公式 那么在这个公式 再把刚才我们算出来的这个T T1撇2R1撇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我们再求一个极限 因为刚才讲到 当μ等于负1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T1撇2R1撇 它多是一个基点 是一个发散点 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去带进去算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极限 那么在求这个极限之前呢 这个公式把它展开来之后 这个Pendro它就惊人的发现了 这个里面很多的极限是可以约掉的 所以这些极限约掉之后 最后得出来这个极限 它其实跟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 μ的这个值啊 就不相关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取这个极限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最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值 因为刚才讲了这个Kz1撇 就等于Kz 因为当μ等于负1 μ等于负1的时候 所以呢 而这个时候Kz是一个纯虚数 这就意味着这个场 它是一个异指数增长 那么这样一个异指数增长的场 那就可以把之前的这个高频分量 它原来是一个异指数衰减 现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板 负责色列的这个平板 把它这个再次放大 从而可以我们再把它获取到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篇文章的最精髓的地方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再去好好地读一读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给大家解析的是一个 一种篇证 T1篇证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TM篇证呢 它整个推导过程非常相似 只不过在这个公式当中 它不是跟μ有关 而是跟这个ε有关 所以有了这个ε为负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获得一个 这样的一个舒适波放大的特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获取物体表面的高频信息 从而达到一个超公辨的成像 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 潘绝教授他就用了一个贵金属银为例 那么在光学波段的话 这个银的这个界点场数呢 都是负值 而且通常具有损耗 所以他就把这样一个 只能具体带进去 带到他的公式当中做了一些运算 那么通过这个银的一个平板透镜 那么对这样一个相距 80纳米的一个两个细小的物体 来进行成像的一个理论计算 那么他用的是一个300多纳米的一个光场 然后呢 如果说不加银板之后呢 是这么一个黑色的这样一个强度分布 也就是这两个物体是区分不开的 然后用我这个平行的平板呢 可以区分开了 这个是小于1%的波长了 是达到了超红面的功能 但是由于这个损耗的存在 那么最终成的像 并不能像这个物体这么非常的sharp 非常的尖锐 所以呢 并没有达到原来这个文章当中 讲的这个perfect lens 其实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样一个不够完美的成像 就称之为超透镜 super lens 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传统的 这个透镜成像 去获取 能够获取舒适波 这样一个特异的功能 那么在这之后 到了2015年 美国UC Berkeley的这个张祥老师 那么在他们团队呢 就开始这个超透镜的研究 他们这个实验能力非常强大 当时应该是 这个第一作者 他们就做出了这个超透镜 那么第一作者是 这个方学来教授 现在也是这个MIT的教授 做得非常的出色 也是我们南大的校友 那么这个方教授呢 也曾经多次回到南大来 给我们做报告 讲了他当时 做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 他是用这个淫膜 来对这刚刚一个各的 这样一个结构和光山呢 做了一个 Super Lens的成像 我们可以看他的演示的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他最后可以获得的 这个分辨率 Feature Size 是在89纳米 远远小于 他们用的这个光的波长 那么跟 传统的这个 投影成像相比呢 投影成像得出来的 这个厂是300多纳米 这个Feature Size 所以这个工作 最大的贡献是 验证了这个 传说中的这个 Super Lens 到底能不能实现 那么 在这里呢 他们就用这样一个淫膜 确实可以获得了 这个Pendry 之前多年之前 提出的这样一个设想 当然这里也要指出来 因为他就用了一个淫膜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 负责色律材料 所以他这个成像 只对一个偏证光有效 也就是对TN偏证 所以你要获得 真正的这个 负责色律成像的话 最好能够真正构建 一个负责色律材料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 看这个负责色律材料 到底怎么样去实现 那么其实在之前 已经讲到 包括VC Largo 老先生 在他的文章当中 就提出来了 你需要有负的电响应 还需要有负的磁响应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负的电响应 怎么实现 上次周磊老师 其实已经讲了 他说用共振的方法 是可以构建一个 负的这个响应的区域 不过呢 我这里想补充一点 就是对于金属啊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材料 它的这个高频的 界定函数呢 本身啊 它其实就可以实现 一个负的 这个界定函数 所以我们 从一个基本的电子的 自由电子的 运动方程 在这个 这个电厂当中的 运动方程来看 那么通过一些 简单的推导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 这个电子的 位移的这样一个 表达式 有了电子的位移之后 我们就可以 推导出他的 这个 电气化使用D 那么有了电气化 使用D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金属的界点函数 取出来 那么这个界点函数 就是有这么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就是 非常有名的 Jude Model 这个Jude Model当中 这个Gamma 是它的一个阻尼项 假如说我们考虑 这个金属的损耗 非常小啊 没有 没有阻尼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 这个第二项 就是一个OmegaP的 平方除以OmegaP 这个OmegaP呢 等于子体频率 那么它是跟 这个金属当中的 自由电子的浓度 是有关系的 跟电子的质量 是乘反比的 开根号乘反比 那么要说明一点 对于一些贵金属 比如说金银 那么这个OmegaP 等于子体频率 都非常高 大概在1000泰盒子 所以这个 在低频微波阶段呢 这个Y都是非常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负质 甚至可以接近负无穷 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负质 实际上是很难加以利用的 因为你在真正的构建一个 负质色律材料的时候呢 那么是需要有这个表面的 这个左抗匹配 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条件 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 彭卓教授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个 非常巧妙的方法 就是这个OmegaP太高了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人工的方法 把它降低一点 所以他提出一个金属网格的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在这个三维的自由空间的话 那么你这个金属的相当于密度变低了 所以有效的电子浓度也变低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降低 我们把屏 这样可以控制这个Y在一个合适的负质 那么这个就是用来构建一个负的电效应 在这个里面其实不需要用到 这个公正效应 当然你用公正也是可以 但是公正的带宽的相对受限 而用这样一个Dru的模型 那么它是可以获得一个 比较宽带的一个负质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负的磁降影 那负的磁降影 那么在特别是在光学波段就很难做到 因为电子的这个自旋 它是没有办法可以这个进度那么快 因此的这个同样是这个潘觉教授 在1999年做出发了这篇非常有名的文章 这个文章引用应该也是超过5000次了 那么他就提出了这个 批裂共振环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上一次周磊老师也有详细的分析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就不去推导这个过程 那么主要是他一开始提的这个环呢 是这样一个圆筒状的 也就是让你的磁场穿过这个环 这个时候可以感应出这个环上的电流 然后通过两个缺口的设计呢 可以让这个电流里面积累的这个电场 发生一个共振 从而完成一个磁激发的一个共振 所以这个磁激发的共振就会导致他的这个μ 也就是指导率的这个谱线当中 产生一个这样罗伦次线形 这个罗伦次线形的在他的这个高频部分 就有一个带宽里面是可以实现一个负的μ 这样的话负的电响音和负的次响音 都是可以通过设计结构来实现 那么就可以来实现这个负的设律材料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呢 从2000年到2007年 很多的科研工作者就在努力的去实现 这样一个负责材料 那么他的整个的一个趋势呢 就是从微波段 这个泰和字到近红外就到可见光 那么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个工作呢 是2005年张双老师 当时张双老师还在应该是读博士吧 在这个新墨西哥大学 他提出了这个渔网结构 那么这个渔网结构呢 是在光波波段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种结构 就是两层金属板之间打伤口 这个里面它既有这个电的响音 又有一个次的响音 所以在近红外波段 可以完成一个负责则律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值得要说明的是 实际上同样在2005年 我自己刚刚开始介绍到这个领域 那么也提出了同样的一个结构 而且呢也是在05年 在实验上把这样一个负责则律模式测出来 那么这个普线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今年这个2月份的这个新冠病情的一个数据统计 其实非常惊讶的巧合了 非常惊讶的巧合了 不知道是是某种关系啊 这个我开个玩笑 当然这个文章 这个这个普线测出来之后 当时很高兴 但是后来呢比较沮丧 因为我们做出来之后就发现 张双老师这篇文章已经发表 所以我们没办法再次发 去去去发这个文章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又做了一些拓展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多层的结构 这个里面可以容纳多个词原子 互相之间还有一些偶合效应 我们就这样做了一个理论的文章 在06年 那么这样一个语网结构 真正的这个验证呢 是在08年 同样是在张相老师组 那么他真正做出一个快材 在我们之前这些工作当中 都是把它当成一宝尘 然后通过反这个 这个反推这个里面的相位变化 来获取他的这个责责率的形式 而在这个张相老师的这个工作当中呢 他做了一个20层的这个语网结构 真正做成一个楔形的这个装置出来 然后撤出了他的这个负责的偏转 但是这个工作也是在静虎而拨断 你真的要做到可见光的话 还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是结构非常小 第二个是由于这个里面有金属 而且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结构 它的损耗是非常大 所以呢 真正要推进到可见光 这个方案是不是太现实 所以在08年到13年之间呢 又做了 人们又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新的结构方案 包括这个张相老师组自己 这个工作是这个姚杰老师 也是我的同学 也是那么难大校友 那么他在张相老师组 用这个银的纳米线阵列 获得了这样一个负责策略 那么同样这个 现在是我同事的徐庭老师 那么他在美国的标准计量局工作的时候 在Henry Lezik教授 做了这个多层膜的这个结构 也做出一个紫外波端的这个负责策略材料 那么更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在早一年 2007年的时候 也是我们南大校友 我们的师兄刘兆伟 在张相老师组的时候 就提出了这样一个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hyperlens 双曲头径 这个工作非常有趣 就是说他利用这个双曲的这样一个结构设计呢 可以在把进场的这个evalence wave 给提取出来 然后由于它本身又是一个这样构建的 这样弯曲的这个结构 这个evalence wave在传播过程当中 它这个波时会慢慢减小 当它到了这个外表面的时候 这个波时会变成原来是一个evalence wave 就会变成一个bloggating wave 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原厂 把这个超负面的像给提取出来 所以这个双曲的超特径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兴起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双曲抄购材料 所谓的双曲抄购材料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单组各项异性的这个介质 我们知道这个介质的这个特性 可以用它的界限长数 ε和μ来表示 通常我们在处理简单材料的时候 都是用各项同性的一个标量来表示 但如果它是一个各项异性的材料的话 那么这个ε和μ1都应该用一个张量来表示 那么这里我们考虑的是一个单轴各项异性 所以这个张量呢 我们只考虑它的这个对角源 分别用这个εxy和z 这三个分量在它的对角箱上 我们把这样一个张量 带到Maxwell方程组的波动方程当中 这个波动方程是一个矢量方程 我们把它的每一项都展开的话 可以带到这样一个方程组 如果我们考虑 这是一个单轴的晶体 我们设定它的这个 X和Y这两个量 是它的这个垂直分量 Z方向 沿着这个轴向的这个量 是它的平行分量 那么把这个连力的方程的 特征矩阵进行对角化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射散关系 那么这个射散关系呢 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由两项组成 也就是说它有两个节奏 分别有两个节奏 那么可以这项第一项等于0 也可以后面这项等于0 那么其实这两项等于0 就是分别对应于 这样一个单轴各项异性材料当中的 两个偏正的波 一个是T1偏正我们称之为 Ordinary Wave就是一个普通的材料 然后呢普通的这个波 还有个呢是X Ordinary Wave是一个异常的波 那么它是一个Tn偏正 这个普通的这个波呢 我们就不去考虑它了 它就是一个发散的一个传播 那么对于这个Tn偏正的这个波呢 我们做一些进一步数学处理之后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大家可能就熟悉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文献当中 都能看到的 鼎鼎大名的双曲色散 如果说你的这个垂直分量和平行分量 这个符号相反的话 那么这就是个双曲型的这样一个色散结构 当然如果它是同号的话 就是个椭圆形的色散结构 大家如果读文献的话 文献里面经常会直接把这个公式拿出来 那么这个公式到底怎么来的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这个推导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这个这个电磁学和电动力学的一些基础的话 是完全可以把这样一个单轴跪向异形当中的传播方程给算出来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篇文献 这篇文献给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推导 同样这个文献当中就把这样一个双曲色散呢 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演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空间的话 这个波的这个波时的等频线是一个圆 是个圆 KX和KZ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应该是个球了 这是一个球的一个截面 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圆 那么在第一类这个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这个平行分量和垂直分量和平行分量 它不可能是负一正一负 所以在第一类当中呢 我们认为这个Y的垂直分量是小于零 那么垂直分量小于零就是一个平板多层模的这个结构 多层模的结构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在这个波时空间 这个入射光是这个曲线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能量它要传到这个介质当中 它必然还是要往下才传 往下传的能流方向 这波林丁矢量S要往下 所以呢它对应的这个 根据这个切向动量匹配的条件呢 这个S必须就是这一支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它的这个 这个叫做 群速度仍然是一个正的 但是它对应的这个像素度呢 我们看这个波时 这个虚线 这个点花线的这个波时 就是这一条 所以它是一个负的像素 所以在第一类 这个双曲色散当中 那么在第二类这个介质当中呢 它的这个Y平行是小于零 Y平行就是Z方向 Z轴方向是小于零的 那么Z轴方向就是要做成一个金属的纳米线的结构 或者金属纳米柱的结构 也就是刚才这个张向老师组 用那个纳米线阵列来实现负责色的这样一个结构体系 那么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来看 这个入射场 入射的波时这样一个波时 那么到了这个双曲色散当中 那么它的这个 等平线决定的这个能流就是一个负责色 就是这个负责色 而这个对应的它的像素 就是一个正的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群速度是个负的 而它的像素是个真的 所以呢 在双曲超过材料当中 大家一定要小心 有两种类型的这个双曲超过材料 双曲材料 那么它的群速和像素 也就是它的这个波时和它的这个pointing vector 它们互相是有一定的复杂性 那么如果化成一个三维的图形的话 这两类材料呢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是第一种 第一类 这个是第二类 那么其实你在这个里面 第一类和第二类里面 都可以构建一个负责色材料 一个相当于这个像素的负责色 一个是群速的负责色 那么跟一个正的这个材料结合 就应该可以实现一个superlates的成像 所以在09年仍然是张强老师 这个姚杰老师呢 他们就也去设计并做了这个实验 来做这个superlates的成像 实验结果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显示 但是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也没有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小的一个聚焦 那么主要原因呢 有几点 一个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它是偏证依赖的 只对TM波有效 TE是没有效的 第二呢 你用金属材料 它有巨大的传播数号 而且在界面处啊 其实往往都有巨大的一个阻抗适配 我们组自己也做了一些模拟法针 其实发现在这个Splab 就是这个平板 戒指内部呢 有很多的这个反射场 最后影响了它的这个成像的效果 当然在这之后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研究组在致力于做这个superlates 包括这个刘焦伟老师 那么他当时已经离开了UC Berkeley 去了这个UCSD 自己建的这个组呢 也做了很多关于这个superlates 和hyperlates的一个成像 然后在香港进会大学 谢古威老师组 昨天我也跟李贵心老师做了沟通 这个就是他当时博士论文当中的工作 那么他的研究当中也其实非常有趣啊 他研究了这个高频 在成像过程当中的影响 同时呢 他还兼顾到这个propagating wave的传播效率 和evident wave的这个传播效率 然后还引入了一些枪的这些方案 另外一个就是在南洋理工 这个张道华老师组 那么他也提出了这样一个 双曲超头性的这样一个方案 来研究这个里面的传播 非常有趣的是呢 我曾经也是在一二一三年 去了在这个MTU和香港建会大学访问 当时他们也都开载相关的研究 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介入啊 只是觉得这个领域非常的有趣 但是经过很多年的尝试之后 大家就发现这个 这个不管是这个superlens 还是这个hyperlens 在真正的实现过程当中 还是面临了很多的困难 效率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次呢 就是说他对这个进场波的传播 比如说在这个进场成像上 可能还有一点效果 但是到了原厂 他的这个evident wave 即便你是提取出来 但是都会消失在这个巨大的造成当中 而且还有一系列的 比如偏真依赖 市场过小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 这个技术 其实当时美国也好 新加坡也好 包括我们中国香港 都投入了很大的项目 在做这个事情 但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达到一个 大家认可的一个成熟的技术 当然这里要提的是前段时间 这个罗宪刚老师 他们团队多年努力 做出了这个等密居然的光刻机 实际上是我们 这个非常欣喜的看到的是 它实际上是这个 superlens的一个拓展 也算是基于 superlens的这样一个 基本原理里面 获得的一个功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superlens 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具有这个 现实价值的这样一个 新的物理效应 和一个物理原理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说这个 superlens它吸引大家 是突破这个颜色极限 也吸引了很多的 这个研究人员 投入了这个精力和财力 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我今天还想强调 另外一个隐藏的功能 这个superlens 叫做无光轴成像 因为这个superlens 它的成像是 物跟像之间是一个 有平移对称性的 点对点的一个成像 所以它这个隐藏的功能 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可以实现 一个无穷大面 只要你做出一个 无穷大的 这个superlens 那么它的成像的 市场范围也是无穷的 它不受制于你的分辨率 不受制于你的市场范围 所以这样一个功能 实际上在现代的这个 显微成像体系上中 是非常有用的 当然这个后面 我会在讲meta-lens的时候 再继续提到 所以整个过程呢 是我们说这个科学 非常美妙 但是应用非常艰难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现实的问题 好 那么时间回到2011年 有一个新的设计方案 横空初始 就是这个所谓的meta-surface 我们叫超购表面 那么这个超购表面的概念呢 实际上就是 仍然是基于这个超购材料 但是它只用了 一薄层的超购材料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损耗是超购材料 一个巨大的问题 不管是在微波段 还是在光波段 特别是在光学波段 这个你用一些金属的 这个结构 里面带来的这个损耗 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呢 人们提出 我就用一薄层的 这样一个超购材料 也能调控光的 这个拨钳 相位偏振 拨场等等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人们就发展出了 所谓的叫广义斯奈尔定 可以任意的去 调控光的折射和反射 因此基于这样一个原理 在2016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 基于超购表面的透镜 相位分布 完成一个所谓的聚焦和成像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 这个超购透镜 所以如果说用superlens 为了大家看到更小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超薄的 这样一个超购透镜 它就是为了可以让大家 能够更方便的看 那么超购透镜的 超购表面的研究的兴起呢 直接上是要归功于两个组 一个就是哈佛大学的卡巴索研究组 在2011年提出了这个 广义斯奈尔 利用这个超购表面 来构建了广义斯奈尔定理 提出了它非常强大的 拨前调功功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复旦大学的周立老师研究组 那么他周老师上次 报我当中也提出来了 那么他们这个实现的一个功能 是在微波波段实现了一个 从propagating wave 到surface wave的一个转换 所以这两个工作 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具有这个 我们认为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一个工作 那么我这里想再说明一点 是从这个08年到12年之间 我们自己研究组 也在开展了一些 关于超购表面的研究 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超购表面 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L型的孔洞 来调控这个里面的 透手光的偏正特性 跟这个V字型的天线 实际上是一曲同工的 同样我们也用这个L型的 这个双层结构 实现偏正的转换 那么进一步在12年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把这种 这种小孔 正列排布调控的 这个转角调控的这个方法 用在了这个LED的显示的 偏正复用上面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偏正复用的超表面的 超表面成像的 超表面投影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旋转这个偏正面的角度的时候 我们把两种图像 可以隐藏在里面 实现一个偏正复用的这个显示功能 但是我们当时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都是还是 一个是基于超购材料的设计思想 第二个是基于偏正调控的思想 而没有意识到去调控相位的重要性 所以也错过了这个 像卡巴手或者周利老师 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把这样的超购表面给提出来 那么对于超购表面这个部分 我想后面有几次报告会做 我们有非常非常出色的青年科学家 后面还有三到四讲 会去详细的去给大家介绍 这个里面的一些基础理论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可能就不展开去推导 这些相关的设计原理和公式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比如说到目前为止 发展出来的超购表面的设计原理 可以总的来说分成三类 有共证型的 几何相位型的 和传播相位型的 那么从这个材料的元素来看 它又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金属和一个是介质材料 那么开始都是用了金属的这个结构 比如说金属的共振 用金属纳米棒的这个旋转 当然这里我要提一下 这是在2005年 这个是罗先刚老师做的一个工作 当时也没有超过表面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他实现的这个方案呢 实际上是用了这个Gap Plasma 就是金属狭纷当中的Plasma的这个传播相位 同样也是可以调制这个波前来完成这个聚焦的功能 或者其他的一些波前调控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金属的传播相位型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但是由于金属材料有巨大的损耗 特别是在特殊的这个器件当中 所以呢 人们进一度发展出了介质型的 比如基于这个米公针的 具于介质当中的这个PB Face 就是结合相位的 还有这个传播相位的这些方法 当然单纯的用这些原理来做呢 其实它还是受一些局限性 所以超过表面的这个设计原理的发展呢 正走向一个联合调控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早期的这种V字型天线里面 它其实就已经把几何相位和功能相位相结合了 那么在我们自己开展的工作当中呢 我们为了完成一个宽带的销设差 我们也把这个几何相位和基层公针相结合 那么在卡巴索的这篇文章当中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偏振复用的全息 把两种偏振态完全解偶和可以独立调控 那么它用到的方法也是一个几何相位 和传播相位的一个结合 那么超过表面它其实在从11年开始研究到现在 已经演示了巨大的这个调控的能力 调控光场的能力 比如说实现这个波前的调控 实现OM光束 那么实现这个Meta hologram全息 用这个Meta lens成像 包括近期用来做这个偏振的这个相机等等 这些呢我都这里就不展开 那么具体来讲这个超额透镜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发表在2016年的这个Science上面 那么这个是这个卡巴索研究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入选了2016年Science提出的这个十大科技突破 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 它演示了这个二阳化泰介质型的超过头镜 它的成像性能 那么这是它演示的一个成像结果 那么对于单个波场来说 那么这个成像性能呢 包括它的这个分辨率 它的对比度都非常好 可以媲美成熟的尼康显微镜 但是当你用一定带宽的光源照射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成像开始模糊了 那么主要原因是 因为这个基于这个超额表面的设计原理当中啊 这个是广义斯纳的定理 那么广义斯纳的定理当中 它的側射和反射呢 这个側射角和反射角呢 实际上都依赖于你的设定的波场 设定的波场 所以当你的这个波场变化的时候 你这个角度都会发生改变 这个就是叫做颜色射差 其实我们很多的光源系统都有这个射差 但是传统的折射器件当中 它的射差来自于 介质的折射率的射差 介质折射率的射散 那么相对于这个介质的射散来说呢 这个颜色射差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但是好在我们这个D5 DX 是我们提供的相位梯度 这个是可以我们人工设计 所以我们有希望呢 通过这个人工设计这个 贴度相位 以及它的整个相位分布 那么可能可以解决 这样一个射差的问题 从而通过这样一个薄薄的片子呢 来解决传统期间当中 这个体积大 重量重 而且要一系列这个 相差射差矫正的这些弊端 那么在这之后 就很多的工作来探讨 怎么样进行一个 消射差透镜的这个设计 那么在1718年之间呢 有很多的工作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那么包括这个卡帕首 哈佛的这个加州理工的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 他们的主要的思想的比较接近 都是通过传播相位的这个调制 在参数空间做算法优化 可以找到一定的消射差的带宽 那么在1617年的时候 我们研究组也开始了 这个消射差超过头镜的这个研究 超过头镜的研究 但是我们更希望呢 提供一个物理原理上 一个比较清晰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把这个透镜的这个相位 把它写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其中一个部分呢 是跟波长变化没关系的 我们称之为基础相位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这个 超过表面的设计原理当中啊 其实已经发现 这个PBFACE就是几何相位 它实际上是跟你的波长是没有关系 它是跟你的空间排列形状有关 分布有关 所以我们用这个PB相位呢 来设定这个基础相位 那么剩下的这个部分呢 是跟波长有关的 我们用叫做补偿相位 那么这个补偿相位 我们可以用一个 集成公正的方法来实行 这个部分我稍微拖一点时间啊 然后在这之后呢 我们这个工作是在这个 近红外波段 然后是个反射型的 用的是等离基元公正 来提供的这样一个集成公正 所以获得了一个 从1200纳米到1600多纳米 这样400多纳米带宽的一个 小色差聚焦 然后进一步 我们这个同样是跟台湾的 蔡迪敏老师合作啊 我们把这样一个设计方案呢 进一步推广到可见光波段 而且是一个特色型的 在这个里面 我们用了这个介质材料 淡化架这个材料 然后用这个解合相位 和传播相位相结合 可以完成一个全 覆盖全可见光波段的一个 特色型的小色差聚焦和成像 但是要说明一点呢 我们这里用到这个补偿相位 这个补偿相位 实际上它是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一定的数字孔径下 那么这个结构的尺寸很难做大 因为我们的补偿相位不够 这个补偿相位是不能进行 2π的折叠的 它一定要累加上去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演示的工作当中 这个透镜的尺寸只有50微米 那么这样一个小的透镜呢 其实在应用上还是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这个DEC 在当时1718年的时候还是做的非常宽了 非常宽了 所以在这里我把当时几个主要的这个 销色差的这个进展把它 罗列出来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包括这个哈佛到加州理工的 以及我们自己的 那么不管是在这个进口外波段 还是在可行方波段 我们的带宽那都是比较宽的 而且呢我们这个效率也算比较高的 但是刚才讲的这个透镜是很难做大 而且呢带宽很难再进一步拓展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要提到的另外一个平行的技术 叫做高阶颜色透镜 那么这个是 同样也是在大概1516年 美国的这个犹他大学 这个Mendall教授 他们在致力于开展和推广的这样一个技术 而且他们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来探讨Metalens 和它的这个颜色透镜之间的优劣 那么这个颜色透镜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横向尺度 feature size 它可以做的比Metalens的这个feature size要大 比如说Metalens通常的最小的尺寸 尺寸可能要控制在300 200甚至到100纳米 这样一个尺寸范围 但是这个高阶的Differative Lens 它的这个feature size呢 大概可以做到两到三个微米这样的尺度 大大的这个减小的加工的工艺难度 但是它需要做多个台阶 有好多阶的 所以可以它需要用到这个灰度曝光的技术 那么基于这个技术 他们同样可以做到一个宽带的 销色差的一个成像 而且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宽的这个波段 比如说这个里面它演示的 这个8微米到12微米这样的一个 红外的一个销色差的头颈 当然它这个也有它的局限性 一个是它的效率也不高 第二呢 开始的效率也不高 后来它做的比较高 但是它的数字口径非常小 数字口径非常小 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 用这个多台阶的这个颜色特径 然后我们用了128阶的做了一些理论计算 那么确实也可以获得这个近红外的销色差的聚焦 这次效率呢在50%左右 更多的研究表明呢 在这个销色差的带宽 它的工作效率 它的这个Lens的Size 数字孔径等等一系列参数呢 互相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互相制约的效率 你一个性能提高了 别的性能就会下降 所以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 不管是Metalize还是高阶颜色透镜 它总是很难达到一个综合优化和理想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最近的一些设计和发展呢 开始变得更加的复杂和更加的依赖于我们的强大的运算 比如说包括卡达手他们自己提出这个立项设计的方法 托普优化的方法 甚至引入了这个多层的这个结构 那么这些结构呢 还确实可以进一步在提升整体的性能 那么它的一个根本思想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 你在立项设计托普优化的时候 你就打破了之前的周期性的Pixel的一个限制 以前在我们做一个一个小单元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周期 这个Pixel的这个周期的限制 那么在这个托普优化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破它 这样的话给参数空间提供更大的一个复杂度 第二个 你引入了这个多层的结构 是现在在高度上就像这个高阶的颜色透镜一样 提供了一个高度上的这个参数空间 所以呢也给你的优化提供了一个 更大的一个优化 优化空间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方案 比如说最近的这篇 这个可能不太清楚 LIFE上面的一个工作 这个阿巴比呢也是原来卡帕手研究组的 那么他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方案呢 就是用两层的超过头镜 然后利用控制其中的光线的轨迹来控制光的这个叫群 长度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他同样可以做到一个这个消色差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很多的局限 就是说这个设计他其实只对一个非常小的 这个对这个入色角有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 如果有一定的偏差的话 那么这个功能就会大大的这个下降 那么对于这个超过头镜的应用的话 我们这里主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就是在这个微星平板相机里面 这个是法拉网也就做的一个工作 他在这个里面用了两层的双层的这个超过头镜 来完成一个扩大市场销相差的一个功能 卡帕手组呢他提出了这个超过头镜的内窥镜 这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功能基层的这样一个器材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边缘检测相机等等 那么从这些应用上我们可以看到 超过头镜它最大的应用的方向 应该是针对那些高度基层的成像系统 换句话说你这个应用的时候 应用场景对你的基层度要求非常高的时候 那么这个超过头镜可能才有它的这个应用的潜力 而对于一些传统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 比如大家佩戴的眼镜 或者说这个手机的镜头 它现有的这个成像性能已经非常好了 你这个时候用超过头镜 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新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当时做出来这个 销色差的超过头镜之后 我们在做那个文章的时候 我们就跟蔡尔定平老师讨论 我担心那个文章 这个还是有一些缺点 就是说头镜太小 成像的效果 图像质量不够高 所以我们那个文章投出去之后呢 我们就跟包括我们这个王树民老师 跟这个蔡老师 一起在商量 这个万一这个文章有专家质疑的话 我们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当时我们就提出来 这个头镜小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小的特点 去做这个微头镜政策 所以在那个工作发表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在开展了这个 微头镜销色差的这个工作 做出了这样一个微头镜政策 那么它可以获得一个景深分辨的成像 这个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所谓的叫先拍照 后对焦的这样一个功能 你先把这个图像记录下来 然后通过算法 把不同的深度的信息给繁衍出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利用这个小的 Metalens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更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工作呢 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王宋明老师 还有跟蔡老师 我们朱老师 很多这个团队一起合作的 那这个工作我个人没有参与 但是这个工作也是基于 之前的一个销色差的超过头镜 正列 然后呢用到这个量子 纠缠态的一个支配上 那么这个基本思想就是 我们用一个这个Metalens 直接贴在一个BBO的晶体上 这个BBO晶体是一个 这个激光频率转换的这样一个晶体 它可以实现这个激光的一个下转换 产生纠缠光子 而这个纠缠光子呢 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超头镜 正列当中 可以输出很多的纠缠光子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 比如说三个光子 四个光子之间的一个红红曼豆干涉 来表征它的这个纠缠特性 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这个成功的在实验上 把这些这个高维的这个纠缠态 表征出来 所以这个工作 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工作 刚刚前一段时间 发表的这个Science上 所以可以看得出呢 这个超过头镜啊 它有它本身的一些决限 但是它同样也有它的 这个开拓的一个应用的空间 所以关于这个超过头镜的这个应用呢 我今年也有一篇这个 news and views啊 在这个 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 Science China上面 发表 在这个里面探讨了一些 关于Metalense的一些 潜在的应用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查阅 这篇这个views 好 已经到了10点45了 所以我想我们 中场休息五分钟 好吧 然后到10点50分 我们再回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围绕这个 超过头镜和超过头镜啊 然后介绍一下我们研究组 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 当然可能也加照到 其他同行们的一些进展 首先那是 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高度基层的超过头镜成像 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应用 那么对于这个传统显微 一直以来存在这么几个瓶颈的问题 刚才我们一开始已经介绍了 这个突破颜色极限 来获得超分辨成像 一直是大家追求的一个梦想和目标 那么突破这个阿倍颜色极限呢 人们已经开发出了 比如说进场扫描显微镜 荧光显微镜 那么刚才之前提到的超头镜 其实是也是一种潜在的方案 虽然它目前为止呢 这个技术还不够成熟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还有或者说大家 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方面 是这个大市场和大景深这个成像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生物医学的 显微成像上面 实际上这样一个要求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比如说 拿一个这个显微镜 来观察一个血红细胞 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呢 在10倍的显微镜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细胞 但是看不清楚 因为你分辨率不够大嘛 方大倍数不够大 如果我们把方大倍数调大 调到50倍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细胞的形貌了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范围 非常有限 那么这个原因呢 主要就在于 我们有一个概念 叫做空间带宽机 也就是你的这个市场范围 和你的方大倍数之间 是一个制约的关系 当然还有一对制约的关系呢 实际上是叫做 这个景深的这个关系 当我们这个厂聚焦距的 非常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分辨率 但是这个时候 物体的观察的景深就非常受限 景深就非常受限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你只能看到这个物体的 一个层面的信息 那么如果你要获得一个 比较宽的 比较深的这样一个景深的话 那你的数字孔径必须要小 这个时候你才能获得 比较深的这个信息 所以在传统的显微成像当中呢 这个方大率跟成像的市场 跟这个景深 是一个这个成像系统 固有的这个矛盾 我这里也列出了一个 显微镜方大倍率 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在很小的倍数下 分辨率很差 但是呢市场可以做的很大 但是到很高的倍数下 一百倍的时候 你分辨率可以突破微米 到压微米尺度 但是你的市场 也只有几百个微米 这样一个范碗 所以如何同时获得 大市场或者大景深 这个是我们在 显微成像里面 是期待解决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看 这个超哥表面的色差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 对于这个折射头景 和这个颜色头景来说 那么它是有完全不同的色差响应 一个这个里面是一个正的色差 而在颜色头景 或者说超哥头景 那么它是一个负的色差 而这个色差的这个 这个片砖角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跟这个 你的这个结构单元的 这个周期数有关的 对于我们超哥表面来说 你这个周期非常小 所以这个 这个偏差的这个角度 会非常大 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 做了一些计算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Meta 跟这个玻璃 一个叫BK7的这个玻璃 做个对比 这个是在同样的 入色角度下 随着不同波长 它的折射角的一个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当然这个一个是有称底 一个是没称底的 这个超哥表面 那么它的这个色差的 这个偏砖角的变化呢 是远远大于 传统玻璃 这个里面的 折射角的变化 如果用它来做成一个 透镜的话 那么跟传统的 这个折射透镜对比 那么在可见光波段 那么这个MetaLens的 这个色差 这个焦距变化 是非常巨大的 相对于这个 传统的镜头 所以既然有这么大一个 大的色差 我们就考虑啊 可以利用这个色差 来进行刚才讲的 这个显微成像 所以在这里想 进一步要提高 这个显微成像的一个 它的这个性能 我们在这里呢 还考虑一个叫 消球差的一个设计 我们知道这个 聚焦相位的分布呢 通常是用了 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是双曲型的 相位分布 而这样一个双曲型的 相位分布 在我们MetaLens设计里面 用的非常多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聚焦的相位 它是针对平面波 进行一个聚焦 但如果说你是针对 一个细小的微小的物体 就在镜头的 很近的地方 进行一个成像 这个时候 这个微小的物体 可以看成是一个点光源 而这个点光源 发出来的 其实是一个球面波 对于这样一个球面波 你要完成一个 非常好的 点源成像的话 那么你就要对它 进行一个 消球差的设计 在这里我们 进行一个 消球差的MetaLens设计算呢 这个可以获得 它的这个相位公式 相位分布 是这么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太复杂了 我们就先考察一个 最比较简单的情况 就是一个等大的成像 CF系统 那么这个里面 这个物具就等于相具 这个公式呢 就可以减化成 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由了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去做了一些 理论的设计和这个模拟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传统的 平面波的这个聚焦相位来说 那么你对于一个点源的聚焦 聚焦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细长条 那么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景深 比较大的景深 但是呢 它的这个聚焦的这个 这个景深的分辨率 就不够高 同时呢 这个它的这个聚焦的光斑呢 也不够大 也不够好 但如果用了我们销色差的 这样一个透镜的相位设计 那么就可以获得一个 非常紧聚焦的一个效果 包括横向和纵向的 这个分辨率都可以进一步提高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设计 我们就去加工制备了 这样一个淡化加的超高透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尺寸啊 因为我们不做销色差的处理 所以我们这个尺寸 就可以做到相对比较大 200微米 这个在超高透镜里面 已经算比较大的尺寸 而且我可以做一个大的数字光镜 为了提高成像的效果 做到0.78的数字光镜 那么确实我们用来做成像 表征的时候发现它的分辨率 可以达到这个700多纳米的 这样一个分辨率 其实不止我们用分辨率版的话 因为没有更高阶的 我估计这个分辨率 应该是在五六百纳米的 一个分辨能力 然后我们就用不同的波长的光 进行照射 可以发现它的焦距 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在不同波长下 那么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光学变焦的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用 利用这个传统的这个光路系统 对这个超格斗金的这个成像 进行了一个表征 看看它是否真的可以 还原出这个深度的 物体的深度的信息 所以在这里我们制备了 好几个这个slides 就是这个片子 每个片子上呢 加工了不同的旋转的角度的 这个样本 也就是在这个光路的 不同的深度上面 然后看我们这个超格斗金 在不同波长上的成像行为 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波长下 你成的图像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几个特定的波长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正好就反映了这个光路上 不同深度的这个物体的信息 不同的这个角度的对比 很明显可以区分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超格斗金其实就可以 扮演了这样一个景深 分辨的这样一个呈向功能 那么这个景深分辨呢 它不是通过之前 我们在显微里面去调这个物体的位置 而是通过调控外界的 入射波的波长 所以我们在这里仅仅是加了个滤波器 把这个白光的某些波长滤出来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有了这个功能 这个还是一个间接的手段 仅仅是对功能的一个证实 接下来我们就要拿一个食物进行演示 这里我们用了这个挖软细胞 挖软细胞呢 它的这个尺寸啊比较合适 用来做我们这个超度性成像 大概在十几 二三十微米的这样一个尺度 那么这普通的这个显微成像呢 我们可以看不出什么细节的信息 也看不出一些深度的信息 但是如果用这个 我们这个Metalens进行成像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彩色的分布的图 这个彩色的图其实就包含了 这个深度的信息 所以我们用一个滤波片 把不同的波长滤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波长下 那么我们成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图像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不一样的图像呢 其实就反映了这个细胞在不同深度上的这个信息 我们把这些图做成一个视频的话 可以清晰的看到 这个在不同层面 这个细胞的一个形貌变化 那么通过这个对这个形貌的这个提取和这个数据的提起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成像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它的距离 紧深的这个信息和图像的一个方大率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获取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化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是在500到560纳米 也就是非常窄的一个带款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获得了35微米的一个景深变化 也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细胞的前端面和背后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个波长的调节 解决了显微成像当中景深受限的一个问题 整个测量过程呢 没有任何的机械移动 是可以达到一个高稳定的光学变化 那么在这样一个测试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仍然是在这个光路里面进行的一个成像的这个测量 用到了除了这个超颗热性之外呢 其实还是要用到很多的辅助透镜和辅助元件 那么在他人的这个工作当中 同样也用到了很多的这个辅助的光学眼界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超颗透镜 我在这次报告的一开始就讲了 超颗透镜它最大的优势是 它用一薄层的材料代替了你的快材 代替了你的直收透镜 所以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超轻超薄 而且呢是一个平面的减度 它易于其成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超颗透镜 紧紧放在光路上来做这些测量 实际上它和你传统的直收透镜 没有什么区分 没有什么区别 它的最大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所以需要把这些优势体现出来的话 你用这么多的辅助透镜 辅助的成像设备 实际上是不利于它的这个高密度集成的 因此我们就在考虑 怎么样把这个超购透镜 这个超薄超轻的优势发挥出来 那么一个最直接的方案就是 你就把它集成到成像芯片上去 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提出一个 直接把这个MetaLens mount到这个CMOS的这个成像的CCD 成像的芯片的表面 所以我们就 这个最近这个一两年呢 一直致力于这个一个高 高密度的这样一个 集成器件的一个开发和颜值 首先我们对这个把 用一个光学胶啊 把自备的这个硅的MetaLens 把它集成在这个CRS芯片上 然后对它的成像性呢 做了系统的表征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我们利用这个 集成的这个MetaLens的 成像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Ebay也就是CF系统下 那么它的分辨率达到1.74 实际上不够理想 这个不够理想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用的CMOS芯片啊 它的向元尺寸 一个pixel就是这个1.67 所以呢我们这个分辨率是很难 高于它的这个向元的这个分辨 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放大 比如说我们通过调节物局和向局 那么可以获得1.5倍的这个放大 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分辨率进一步提高 比如到1.23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性造比会下降 它的对比度也会下降 那么我们系统的研究了 它的这个成像的这个性能 比如说MTF 调制传递函数 那么随着这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频谱分量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小的这个频谱范围里面呢 它基本上达到了我们这个认色极限 同时我们也研究了它的这个市场 以及这个向高 这个相当于就是向的 对向的大小和这个透镜的一个比 它们之间的这个这个 随着在不同数字孔极下的一个关系 那么进一步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演示了一个 我们这个超过头镜 它具有一个大的色差 可以用来做波长调控的一个 景深分辨的成像 所以这样一个高集成的系统上呢 同样秉承了这样一个优点 我们为了演示这个功能 我们在盖波片上 两面分别架工了两个不同的样品 然后它们之间呢 会有一个200微米的一个深度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不同的波长 去照射样品进行这个集成成像 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在某个波长下 那么下表面可以获得一个清晰的像 在另外一个波长下呢 那么上表面可以获得一个清晰的像 那么这就是不同这个景深的一个分辨的功能 那么进一步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在显微成像系统当中 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能 所以我们就希望呢 在保持分辨率 保持它的工作距离不变的情况下 进一步去扩大成这个成像系统 成像市场 所以我们这里设计了这个超高透镜阵列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到 超透镜Superlens 它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突破演示极限 那么另外我提到一个叫隐藏的功能 它是一个无光轴系统 也就是我的透镜可以说的很大 而且它分辨率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我们传统的透镜 包括Metalens 就超高透镜 它都是一个有光轴的系统 这个里面会涉及到 会涉及到你的光线 都是围绕你的光轴中心进行折叠的 所以你的这个市场要做大的话 那么这个折叠的角度就会变大 会导致一切的问题 比如说向差呀 这个激变啊 等等这些问题 而且还有效率也会变低 所以呢我们就提出这个超高透镜 做成一个阵列覆盖着整个芯片的表面 组成一个勾光轴的系统 然后呢再通过透镜之间的组合来补偿各自的这个成像的盲区 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小的设计 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还没有发表 所以不宜展开多讲 但是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小的这个方案呢 可以补偿这个透镜跟透镜之间的一个盲区 可以覆盖到整个的这个透镜 整个的这个成像范围 最终我们可以获得在0.2的数据孔底下 保持分辨率在1.74市场范围呢 达到了这个毫米量 当然如果我们做更大的透镜的话 可以扩展到整个的CRS芯片 我们这里也可以演示几个针对生物样本的一个成像的图 那么确实呢我们这个超过头镜正列 获得的这个大市场成像呢 它的分辨率在这个对比度和这个新造比上面 已经可以媲美传统的这个显微镜 而且进一步的话 我们把这样一个成像系统进一步模块化 做成一个便携式的一个成像装置 这就是我们做的第二代的一个样机 那么整个尺寸是在8厘米左右 那么它就可以扮演一个显微镜成像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2毫米的一个这个MetaLens成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个2毫米的这个MetaLens 它就直接可以把它集成在我们的成像芯片上 保持了这个分辨率呢是在1.74 当然这个工作还比较初步 它的这个成像质量还不够好 它有比较大的这个噪音 当然可以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优化 那么进一步的话 实际上我们第三代的这个产品 样机啊正在开发当中 那么第三代这个整个的这个器件尺寸呢 它包含了这个照明的光源 控制器 这个启片装置等等 在一起 它是跟这个硬币大小 比这个硬币大一点点啊 可以做的非常集成化 所以我们这里提了一个可号 就是把显微镜装入口袋 口袋型的这个显微镜系统 所以从整个的这个MetaLens 我们组的这个研究来说呢 我们整个的一个研究思路和研究历程呢 可以可以这个归纳成 从原理设计到功能实现 最后呢到技术应用 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发展路线 而且我们有希望的把这样一个系统 进一步做的更小 可以做到手机的这个模组那么小 那么可以在更加便携的这个器件上 发挥它的功能 好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 我们就想介绍一下 我们近期的一个工作 在波导体系系统当中 实现一个超透镜的成像 其实波导阵列啊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研究体系 也是当前光子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平台 那么它包含了这个集成光学 托普光子学和PT光子学 那么在最近的两三年当中呢 我们研究组在这个波导阵列上 也做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在等于居然波导阵列当中 我们研究了这个SSH模型 发现了其中的托普态 然后呢 也利用这个等于居然波导阵列 来演示了一个无质量迪拉克 粒子的一个 这种线性色彩的一个模拟 另外在微波波导阵列当中呢 我们研究了它这个里面的一些托普模式 利用这个Flocket的波导当中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Pi模 并做了演示 然后呢 在这个非二米的这个波导 微波的这个波导阵列当中 我们发现了它的这个托普的相片 而在这个光子基层非常重要的 规矩波导阵列当中 我们最近这一两年也是做出 非常这个有趣的工作啊 比如说用这个非二米的这个引入 可以恢复这个里面的这个托普边界态 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个托普的结构来 可以获得一个这个鲁邦性的 这种波导之间的这个偶合 所以这个波导阵列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样一个平台 去做一些物理效应的演示 那么甚至呢 可以做在这个基层光学的这个功能上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探讨这个超透镜 这个波导阵列跟超透镜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实际上 我们如果是考察的是一个密集波导阵列 也就是说 那波导跟波导之间靠得非常近 靠着这个小雨自由空间的 半波长的这样一个尺度下 那么这个时候 从有效介质理论来说 这样一个密集堆积的波导阵列 就可以等效成一个有效介质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超购材料的 一个基本的设计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我们这个波导阵列 它的这个色散呢 可以通过这个偶合系数来进行调制 满足这样一个余弦震荡的 这样一个色散特性 那么这个它就可以等效成一个双曲的 超购材料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想我们要构造一个负质色类材料 那么另外的一个手段就是可以用这个密集波导阵列来实现 而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在这里我们做的这个密集波导阵列 不再依赖于金属波导 不再依赖于金属材料 而是用这个戒指波导就完全可以实现 但是我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还是从等于居然波导开始做 因为等于居然波导 我们知道它 它就是金属波导 金属波导呢 它是可以来构建这个负责色律 也是之前做负责色律 才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们在考察这个金属波导当中呢 当时我们就在想能不能 同时让它实现正的偶合和负的偶合 为什么要实现正负偶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 这个波导阵列当中的一个偶合波方程 这个是个偶合波方程 其中假如说我的两个波导之间的偶合系数不一样 一个是C1一个是C2 这个 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偶合波方程 来计算它的色产关系 其中我们引入这样一个系数 ETA作为两个 作为两个这个 偶合系数的一个对比 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个色产关系 那么这个色产关系呢 呃 我们再进一步推导的话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实质 在这个实质当中 我们发现如果你的偶合系数 它是大小相等符号相反 也就是ETA等于负一的时候 这个哈密顿量就可以简化成这样一个形式 这是一个线性的色产 这是个线性的色产 所以它就可以模拟这个无质量 迪拉克粒子的一个传播的行为 那么这个之前就有文章提出来 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正负偶合的波导体系 来演示这样一个 这个匹列的这个无颜色的这样一个传播 那么主要原因是它的色散当中 在中间有一个迪拉克点 是两个这个线性色散的一个焦点 因此我们就在考虑这个等力圈波导 等力圈波导 我们知道之前的金属波导之间都有负偶合 为什么会负偶合呢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它我们做了这样一个 两个这个极型的金属的波导的示意图 我们把这个场分布画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侧壁上呢 这个场作为一个镜面对称来说 那么这个EX它是倾向于这样一个反推称的排布 这个时候是个低能台 但是在上表面的电场呢 它是倾向于一个对称的分布 它对称的时候是一个低能台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极型的金属波导来说 那么它的侧壁它其实是 是一个负偶合为主 而上表面呢是一个正偶合为主 你去调控它的这个间隙 以及这个高度 你就有可能做到这两种偶合 有个竞争 使得整个偶合系数呢 可以实现 从负偶合到正偶合 有一个渐变 有了这样一个调制 你就有可能构建出正偶合的这个等类居然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 就确实通过一系列的计算 找到了这样的正偶合的这个区域 而且做了一个理论的模拟 我们其实想开展这个实验 还做了一些尝试 但是这个这个参数呢 实在是太苛刻了 很难把这样一个很很大这个身宽比的 保持很好的这样一个形怒的这个等类居然报道做出来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理论的演示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等类居然报道里面有金属 所以它损耗非常大 你很难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应 传播传播 广场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这个整体的这个演示效果呢 并不是很好 因此我们就在想 能不能构建一个低损耗的 负偶合的这个报道 那么这样的话 再跟它正偶合相结合 做成一个集联的结构 它就有可能够建成这个 这个superlens的一个成像性 那么幸运的是 在12年的这篇文章当中呢 人们就提出来了 在这样一个光波导当中啊 这个是在这个玻璃里面啊 用这个非秒激光来刻写出 这样一个弯曲的这个波导 这个弯曲的波导 当它这个弯曲的这个不是 曲率不是很大的时候呢 它满足这样一个近似的 这个解的偶合系数 等效的偶合系数啊 可以用这样一个贝塞尔海数来表示 那这个贝塞尔函数 我们知道它是有正有负的 这样就可以找出一个 等效的偶合系数 在正的区域和一个负的区域 也就是说你只要通过弯曲这个波导 这个弯曲的程度 就可以调控 你的偶合系数的增负号 那么这个就给我们提供 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和方案 不过它这个是呢 一个一个弱偶合条件 所以它这个尺度都非常大 都是几个微米的间距 那我们这里呢 要重点考察的是一个密集 继承的波导整理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 归波导的一个弯曲的 归波导的一个模拟 那么我们模拟出来 它的偶合系数呢 确实跟我们这个弯曲的程度啊 是有一个这个函数关系 但这个函数关系呢 跟我们的理论的这个 贝塞尔函数啊 有一点的差距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 不再是一个弱偶合波导 而是一个强偶合波导 所以需要有个修正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已经提供了一个正的 偶合的区域和一个负偶合的区域 因此呢 我们再做了一些模拟 可以发现呢 在单纯的直播导整理当中 那么光场传播过程当中 由于强的偶合 很快就会发散 但是把这个直播导和弯波导 这个集联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一个点源 经过发散之后 又会汇聚回来 形成一个有效的点光源的一个成像 那么这个 由于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设计的这个波导间距 是小语二分之一波长的 所以它是一个超温辨的 两波长的点成像 好 在这样一个理论指导下 我们就去开展这个实验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 像两个扇子 这个不是扇子 这个是实际上是 我们中间有一个直播导 或者是弯波导的一个波导阵列 然后呢 因为它都是亚波长的 你是看不见这个里面的光场 所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 这个taper的结构呢 把它引出来 来实验上用于观察用 所以如果说我们单纯的 用直播导或者弯波导 来有一个光源输入的话 那么可以看到输出的 这个光点是发散的 光点的发散就意味着 在这个波导阵列当中 传播的时候 光已经发散了 这是由于这个强偶和造成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直播导 万波导连接之后呢 你从不同的点输入 我们看这个动物图 在不同的点输入下 那么每一个光场都可以 输入到对应的这个波导 端可输出来 完成一个点聚焦的功能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追求的 sweeperlens的成像 而且呢 这个损耗是非常小的 那主要是 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 二维平面的结构了 如果真的说做一个lens的成像 我们是一个 要一个三维的 也就是需要一个二维的超多镜 但是由于这个加工特别困难 我们就做了一个理论的模拟 那么理论模拟当中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直的弯的 衔接之后 确实可以点圆 可以这个恢复出来 一个图案呢 也可以恢复出来 那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 我们这样一个设计方案 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 sweeperlens 跟之前的多层膜的 或者说纳米金属线的 那些sweeperlens 不同自主在于 第一 它是一个全介质的结构 所以传播的损耗 本分就很低 第二呢 它在界面的地方 直播的和弯波的连接的地方 它是一个自然显接 所以它就消除了 界面处的主抗适配 几乎没有反射 所以才能达到一个高效的 sweeperlens 是成像的效果 那么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呢 我们文章里面 起的名字叫做 subwaverance self-image 但是我们也收到了 这个像SPI 或这个physics 这些网站的一些报道 这个报道里面用的题目 就叫 这个Waveguide Rate Transport Light Without Distorting 实际上这个就暗示着 我们在这个光子集成的 波导体系当中 可以去蛮好的 传输光学信号 所以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确实也是做了一些验证 在理论上 我们做了一些计算 模拟 比如说这个波导阵列 我们输入了一排信号 那么如果说不做处理的直波导 或者弯波导 那么经过一段距离传输之后 这个信号就乱了 乱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做成一个集点的话 那么每一个点源都能在一定传播之后 进行恢复 所以它就达到一个信号的 这个传输的功能 而且是一个无串扰的传输 是一个高级层的无串扰的传输 进一步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显示呢 实际上这样一个方法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带宽 很大的一个带宽 和很好的一个鲁光性 我们做了这个 这个一个模拟 它可以从1300纳米到1500纳米 200纳米的这个工作带宽 而且呢 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一些定向磨合器啊 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光学设计的功能 所以呢 这些结果我觉得 其实已经超出我们之前期待的 这个superlens的成像了 而是可以用在这个基层光学当中 作为一种高密度的基层光波导器件 它可以用在这个相控天线啊 或者说这个高密度基层上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认为 潘觉教授在2000年提出的这个superlens 我们认为它是非常美妙的一个物理思想 我们希望突破人类的这个观察的极限 但是我们经过20年的努力 有很多的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心血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 往外的应用啊 但是我们最近做出了这样一个 集成的波导呢 其实有可能能够在集成光子学当中 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 成为一个具有可行性的一个 这个技术价值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超过头晶成像 最后希望它能够用在这个高密度的光子集成上面 好最后一个案例呢 我想是介绍一下我们组 在这个表面波 调控上的一些工作 我把它归类到叫非典型性这个头晶 那么其实在这个最近的十余年当中 表面等力纪元一直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它主要是具有一个哑波长传输的一个特性 还有一个是局域场增强的一个效应 那么在这个纳米光子学里面 那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 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像控制这个光一样 去在这个金属表面去控制 自卢的控制这个表面等力纪元的光场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怎么样把表面等力纪元进行一个有效的聚焦 那么在过去很多的工作当中 发展了很多的结构用来做这个聚焦 当然这些聚焦 它都是外面的空间的光直接打到这个表面 然后再偶合到这个一个小的胶板上去 当然这些结构后来越做越复杂 包括完成多个焦点的聚焦 甚至通过这个聚焦之后 可以把它偶合到波道里面去完成一个 这个聚焦场的一个输出等等 当然这些它都不是在一个完全表面的一个行为 它是通过外界的光打进去 通过这些特殊的光山进行的一个偶合 当然还有一些工作 它是完全针对这个表面波的一个调控 比如说在这个金属的表面 做上这个介质的这个圆球 或者这个圆柱 那么这个表面波 等于机缘波 经过这个圆柱呢 也是可以聚焦 这个就是等同于我们自由空间的这个柱头镜了 当然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表面 针对表面等于机缘设计的这样一个波带片 它有几个这个结构在这 通过这个演示 等于机缘波的演示 来完成一个聚焦的功能 那么我们研究组呢 实际上从2010年左右开始啊 就在就一直致力于表面等于机缘的操控的一个研究 其中我们就发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法 叫做非严格波拉格演示 来调控演示波的相位 那么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呢 就是我各建一个阵列 这个时候当你的表面等于机缘 打到这个阵列上 它就会发生散射或者演射的行为 而这个散射演示呢 它取决于你阵列的一个结构参数 如果说我是一个周期的阵列 那么它在这个导空间啊 就会形成一系列的这个导格式 当你满足这个导格式 跟你的这个SPP波的这个2W的球相交的时候 它就满足某一阶这个演示条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定向的一个演示 但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周期的阵列 而是一个这个渐变的一个阵列 那么在这个阵列的每一个区域呢 那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好这个波式匹配条件 但是由于你的阵列本身它不是无穷大的 所以它这个导格点啊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集合点 而是有一定的展宽的时候 实际上它同样可以满足这个波式匹配条件 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波式匹配条件 因此我在这个阵列的不同位置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演示条 而这个不同的位置的形成的 不同的演示条的组合呢 就构建出了一个对波浅的一个调控方法 所以这个其实是对这个布拉格演示 或者说二维光子晶体 对演示光调控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拓展 这个方法到底是否有效呢 我们后来我这里不展开细节了 但是我们首先做成功的一个工作啊 就是2011年用这个方法演示出了一个 爱理光束的一个表面等力集合波 那么爱理光束是一个需要一个特殊相位调制的 而这个相位调制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渐变的这个点阵结构 就可以制备出这样的满足 它的这个相位调制的要求 然后在实验上演示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 等力集合爱理波数 那么其实我要说的是 在这个工作的前后 我们这个是111年的9月16号 实际上在这之前9月9号 以及前面的8月份呢 分别有另外两个组 一个就是伯克利的张向老师组 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Yuri Kefcha研究组 他们分别用其他的方法也实现了这个爱理波数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大家可以去把这三篇文章拿出来看一下 我们用的方法都不一样 但是你去看最终的实验效果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城的这个爱理波数的质量是最高的 而且呢我们是一个完全的面对的操控 它不依赖于偶合结构 另外两种方法 它都依赖于它的这个偶合光山的这个设计 好那么我们这个工作发表之后 也是受到Nature Photonics编辑的这个 这个Noriachi的这个一个采访 那么在这个采访当中 后来还专门写了一份报道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参考这个报道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讲这个透镜 我刚才说了这个部分 我们称之为叫非典型因透镜 为什么叫非典型因透镜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阵列 就是在金属表面上做了一个点阵 那么这个点阵 它可以扮演一个波前调控的功能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把表面波 表面等力激远波进行一个聚焦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演设单元的设计 是可以各种做一个这样一个聚焦相位分布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样一个透镜 这样一个聚焦的这个阵列 然后呢我们在实验上和理论上做了个模拟 对这样一个表面等力激远波 只要打到这个阵列上 它就会聚焦到这个点 而且这个点这个焦搬是非常小 小于一个微米 而且这样一个聚焦的行为呢 还是一个宽带的行为 主要是它这个聚焦的相位啊 它是有预定的容忍带宽的 我们设计好了之后 就把它从不同的波上打进来 它都可以完全聚焦 从红光一直到绿光 然后我们这里演示的淡宽 它是带宽是100纳米 其实应该是不止100纳 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宽带聚焦的话 那么它其实可以扮演光子 基层当中的一个功能 就是部分复用 也就是我不同颜色的光 不同波上的光 我聚焦后来会聚焦在不同的点上 所以呢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演示 就是用两种不同的这个激光 同时输入 确实可以形成不同的这个聚焦斑 然后根据这个聚焦斑的间距 和它们的这个半高宽呢 可以推上出这样一个部分复用的 这个分辨率 可以达到12纳米 那么这个功能并不是 这个波长分辨率并不是很高 但是呢 由于它整个都是在这个表面内完成 而且可以把这个输出 设定好一定的输出波长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部分复用的这个光场 给提取出来 当然在这之后 我们还做了其他的一些聚焦功能 比如说针对一个点源的一个聚焦 同样我们设计出一个阵列 让它满足特定的相位要求的时候 可以聚焦到这个点上 而且还可以完成最 不仅是表面等于纪元波 还可以对这样一个导波模式进行一个聚焦 这个就是不同类型的导波 有低阶的和高阶的 还有不同偏正的 我们这里就是对TE和TM偏正 做了一个模式服用 模分服用 那么进一步的话 这个方法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普世性 不仅是做这个聚焦 做埃里光束 还可以呢 做这个 我们还做了这个准值的无颜色波数 在13年发的这个工作 那么同样还可以做出一个 蜿蜒传播的无颜色的波数 这个我们在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们还引入了一个全息的思想 所以呢 在这个体系当中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拓展的空间 但是它的根本问题在于 它是个SPP的传播 所以它的传播距离总是有限 这也是它很难获得一个应用的一个原因 当然我们在这样一个考虑之下呢 我们就在想 那到底怎么样把这个 这种一种光场调控的这个手段 把它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呢 其中我们还考虑是把SPP波啊 你不是表面传播有损耗吗 我干脆让它辐射出来 在空间进行一个光场的调控 所以我们同样也发展了这样一个 特殊的这个光扇 让这个波呢往空间演射 在空间演射 经过合适的相位调制 也是可以形成一个聚焦的光场 另外这个是一维的情况 如果在二维的情况的话 还更有趣 我不仅是可以调控这个光的这个波前 完成一个聚焦的功能 同时这两束波之间 我们知道这个等力GM波 它实际上是一个TM的这个波 它的电场分量是由纵向分量的 这个纵向分量在这样一个平面上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90度的夹角 这个90度夹角的纵向分量 它一合成之后是可以构建成很复杂的偏正态 所以利用这样一个体系呢 我们构建了一个多偏正的一个光速调控 所以这里我们做个演示 这个是我们15年做的一个工作 大家看这是我们加工的这样一个样品 然后通过这个狭缝把SPP偶回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构造出 八个不同偏正的一个聚焦 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数据 我们可以演示一个动图 我们在这个输出的面上 加一个偏正片 然后旋转这个偏正片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八个焦点呢 是在这个量案变化 说明它是每一个焦点都有不同的偏正态 那么进一步的话 我们把这样一种 你既然是可以构建很多个点 那就可以用来做成像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 这个金属结构上做上这些表面等的 绝缘的阵列 那么就可以构建这个偏正复用的 这样一个全息成像 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 这种非典型性的一种超透镜 或者叫超表面透镜 超个表面透镜 那么最新我们有一个工作 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我在这里叫做超个表面 助力于泥酸里波导当中的 一个背品和聚焦 那么这个过程主要是 我们加工了这样一个 实际上是超表面光杉了 超个表面光杉 然后把这个光杉 通过这个激光打到这个光杉上 偶合成泥酸里当中的波导模式 同时在偶合的同时呢 还要满足一个 从激波光到背品光的 一个相位匹配的条件 那么有了这个相位匹配条件之后 它在光杉偶合的同时 就变就同时有一个 背品的这个产生 而对这个背品产生的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光杉 进行一个设计和处理 让它完成一个聚焦 或者是多点聚焦 甚至可以做成 Irabeam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这样一种特殊设计的 这种超个表面光杉呢 我们就认为 它是一种非点心性的面内透镜 它可以完成光场 从面内到面外的一种 或者到波导模式的 这样一种转换 好 那么对这部分工作做一个总结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这种非点心性的面内透镜 大大丰富了光场调控的手段和技术 那么它我们开始是从这个爱力波数的这个提出和实现开始 后来做到这个无准的波数 做到这个蜿蜒传播的波数 做到空间的这个聚焦 做到空间的全息 所以我们有两条主线 一个是从面内往空间辐射做拓展 还有一个是从简单的波数调控 到全息技术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些工作呢 我们之前受到这个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的一个腰稿 也写了一篇中树在上面 就是表面等于技术波的一个传播操控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参考这篇中文的文章 这个读起来大家会更加友好一点 好 那么最后作为一个展望啊 时间也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 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的工作 几大类的这个跟大家的一个分享 一个就是关于超过表面和超过透镜 那么我们这里提出的这个超过透镜呢 它其实有望能够解决传统成像 或者传统的光学设备当中 比较复杂的笨重的一些功能 然后呢把它做成集成化 便携式小显化 比如说如果说我以后做成这种可带性的 或者U盘性的检维镜 那么使大家对这个生物治疗啊 生物观察啊 它的这个成像和应用呢 变得非常的便捷 那么进一步的话 我们希望比如说我们能够把这些超表面的 超过表面的设计思想用到这个眼镜里面 用到一些可这个穿戴设备上 能够发现出比如像VR AR这些新的技术 提供了一个技术方案 另外一个对于这个超透镜 Superlens 我们之前一直关注它 如何获得高分辨成像 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演示呢 实际上它这样一种非常美妙的物理原理 也为我们的光子基层技术可能开吐了一个全新的空间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一种思想用在高密度的基层波导上 或者用在这个相控天线啊 用在这个一些这个激光辐射啊 这些上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们演示的 表面波的这个调控 以及空间光场的一个高维调控 其实这个里面就演示了一种从表面波到空场 空间光场之间的这个信息的转换 这个有可能可以带来全新的这种显示和成像技术 好 那么最后的话 我要致谢我们这个研究团队 首先感谢注视宁院士呢 在我们这个体系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长期的指导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工作都是来源于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不懈的努力 这里面其实已经毕业了好多同学 包括我们这个李玲同学 现在已经在华东师大工作了 当然我们还感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合作者 包括原来在台湾的这个蔡提名老师 现在在香港理工大学 还有这个海工大的萧松明老师 还有我们南京大学的这个杨峰老师等等 最后呢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 花了很长的时间和耐心来听我这个 啰嗦的介绍了这么多这些相关的工作吧 那么如果大家有一些收获呢 我就非常高兴了 因为上一上一期 周磊老师这个报告注意在前啊 我这个报告呢 肯定是质量和内容上的远远不如周磊老师 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太过的隔尾虚雕啊 希望大家能够都能够有所有所收获吧 好 谢谢大家